南部边境的情况愈演愈烈 联邦政府除了动嘴 就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 一直都是以德州为主 自己在对抗边境危机的问题 更何况拜登政府被人抓到 深更半夜偷偷摸摸的 把非法移民往各州转移 大多数的目的地呢 都是保守派的州 要转移说一声啊 我们来帮忙啊 干嘛偷偷摸摸的呢 于是德州州长就派大巴车 把这些非法移民送到那些 庇护州以及庇护城市 比如说像是纽约啊 华盛顿上个礼拜 还送去了一个新地方 从德州出发的 载了75名非法移民的大巴车 开往了芝加哥 德州安排他们 井然有序的上了车 车上的配备一应俱全 有冷气 有食品 有水 连安保人员都配齐了 芝加哥市长 Laurie Lightfoot 自诚是非常欢迎大家过来的 他开记者会表示 我们芝加哥太热心了 我们太欢迎所有的人 来到我们这里 需要帮助的人 都能在这里获得帮助 这听着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这话说了还没有一分钟 马上又变脸了 德州州长这么办事 太不爱国了 非常不美国人的做事方式 而且德州州长这样的行为 造成了人类危机 我认为这个是什么我们站着 我完全同意他说的人类危机 因为这的确是一场人类危机 但是造成人类危机的 并不是德州拉到芝加哥的 这75个非法移民 造成人类危机的是开放的边境 拜登政府以及这些庇护州 如果他又是想要谈到人权 自尊和尊严 那么从德州拉来的这些 在大巴车上有吃有喝 还吹冷气的非法移民 他们没有失去任何一样 是他们自己丢弃了自己的自尊和尊严 从边境非法闯入 而且还表示要永久地赖在这里 享受这里的福利 这位庇护士的市长 在抨击了德州州长的为人之后 还抨击了他的信仰 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 这怎么会是基督徒的样子呢 这跟我过去接触过的圣经的教导 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开吩咱们的手 我们欢迎我们的 我们欢迎那些 他们困难为 找到更好的生活 外面的地方 我们欢迎他们 不是什么 的总统的州长 是做的 它是完全不美的 我勘向他 他证明了 他为了是一位 Christian 这不是 的Christianity 和的教育 的那我知 我认为 那些旅行的主持人 全国都在 都站起来 正在这些 但我们在这些时刻 我们必须 在这些时刻 是确认我们 活着我们的 一个合格的基督徒 我想 并不是一个 由支持犯罪 支持杀害生命的 同性恋事长 能够评判的 如果他们真的 对美国人的生命 有一点一点尊重的话 他们就不会 对开放的边境 不闻不问 从边境进来的人呢 其实并不是 百分之百的 需要寻求帮助的 非法移民 因为看到 从边境进来的人 大部分都是 年轻力壮的 小伙子 真正的妇女 带着孩子过来 逃难的 根本都没有几个 来到这里的女人 大多数都是 被人口贩卖集团控制的 她们是被这些人 抓来当妓女的 而不是来这里 享受自由和人权的 持续开放的边境呢 也吸引了 更多的非法移民过来 就在上个礼拜 又有九名非法移民 在边境的河里 被淹死了 到现在为止 被拐卖的 携带毒品的 贩卖非法枪支的 要过河非法入境 结果被淹死在河里的 在车里被憋死的 非法移民 都不知道 已经有多少人了 更不要说 现在已经有很多 这种非法移民造成的 各种犯罪案件 有在佛州 性侵八十多岁老太太的 还有性侵未成年的 小女孩的 杀人的抢劫的 更不用说 这些事情 都在危害着 美国人的生命 从老到小 一个也不放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